那創下这一次美国的表态 国会当然是强硬派 可是川普的团队跟拜登 究竟会出多大的手 是外界观察的重点 可是在美国内部 我真正烧得如火如荼的是 疫情跟四个月之后的选战 那川普现在有三大票仓州 刚刚点名的佛罗利达 亚利桑那德州 现在因为疫情都加速恶化 很有可能再封又影响到 最后票仓开不开得出来 疫情的压力给川普 都做了一个重大的砍变 我们知道川普是不喜欢口罩的 但他现在一定要改口说 我觉得口罩是好的 我是绝对支持戴口罩的 如果人很多的时候 我也会戴起口罩 这跟前面的川普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后面讲说 因为他不会处于 人很多的状态 他自己可以不戴 但是他支持口罩 相信口罩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经济 没有如川普预期的 有个V型反转 而是疫情来了V型反转 而这疫情V型反转 可怕在哪里呢 可怕的是说 他在4月第一波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 一天是三万六千人左右 但是他上个礼拜六 已经四万六千人 昨天24小时之内 接近五万人 这个反弹的越冲越高 而越冲越高里面 而且佛奇说过一阵子 可能一天确诊十万人 十万人 所以这个冲上去 而且最惨的是 在那些川普本来很重要的 阳光州 就是摇摆州里面 开始疫情不断冲上去 德州昨天一天第一名 七千七百三十多个人 佛州六千五百多个人 加州第三名 加州也有六千多人 然后再过来是 亚利桑那 四千八百多人 所以这些都这样 一路的冲上来 而这些州里面 本来过去川普都占优势的 现在民调里面 因为疫情 因为经济要继续缩醒起来 结果呢 川普开始倒过去 输给拜登 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所以拜登也看到机会了 所以拜登在疫情里面 也强大了 拜登到这几个州以前 过去是觉得没希望的 现在开始下广告 现在开始去造势 开始去强 而在这个整个经济搞不起来 疫情搞不起来之后呢 川普还有另外一个内忧 是什么 共和党开始造反呢 为什么开始造反呢 很多共和党党员呢 虽然说百分之九十 共和党的人说 我会支持他 但是只有七十一 比较强烈 中间很多人开始观望了 所以呢 他们以前的 美国共和党的 全国委员会的发言 米勒呢 竟然开始讨论一件事情 开放投票 就是你共和党人呢 你可以支持共和党 但是你可以不用投给川普 哇 这个东西对他的要 杀伤力有多强 然后六月七号的时候 老布希总统的时候的 国务卿 波尔战争英雄 包尔 竟然跑去说 我支持拜登 然后昨天的时候呢 小布希总统的 那些内阁阁员呢 几百个人说 他们成立第四十三届校友会 什么叫四十三届 就四十三届校友会支持拜登 所以川普内忧外坏 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 我们稍后再回来